我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购买了M1芯片的MacBook Air 到现在为止已经使用超过半年时间了 我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 一直将这个笔记本电脑当作我的主力生产设备 得益于M1芯片的特性 可以几乎包揽下我所有的工作需求 不管是文书工作还是图片设计 再到最后最需要性能的视频剪辑 这台笔记本电脑都能轻松的完成 Hello大家好 我是梁帆 这期视频我想分享一下 我这半年多使用M1MacBook Air的心得体验 优点1 M1芯片性能强大 不同于以往的Mac系列搭载的 英特尔处理器的挤压膏式的升级 这次的MacBook一出来 就直接搭载着苹果亲自设计的 基于ARM架构的处理器芯片 不同于以往的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升级 苹果这次亲自设计的电脑芯片一出手 性能就比前几代强出了几倍 CPU处理器性能比上一代快3.5倍 GPU性能号称是现在最强的集成显卡 苹果官方说 在Final Cut Pro中渲染3D字幕 速度提升至5倍 我在实际的使用情况中也是如此 剪辑视频基本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而且还有专门优化搭载了16核心的神经网络引擎 拥有高达每秒11万次的运算能力 这使得M1设备在视频分析语音识别和图像处理等领域都有着极强的性能 日常的文书工作电子表格设计画图都可以完全没问题 就连剪辑4K视频都非常顺畅 再加上苹果的系统 我从去年使用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 不得不说苹果的系统是真的优秀和稳定 也让我省下了非常多的时间 不用再为系统问题而操心了 为自己省下更多的注意力 可以集中在自己手头上要做的事情上 想想之前使用Windows台试机的时候 三天两头都要去调试系统 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硬件连接问题 真的是让我各种的头大 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入手苹果电脑了 有点二续航超强 随于M1芯片的升级 处理器的功耗相比于前几代的电脑 有了明显的降低 这就使得在同样电压下的处理器性能 可以发挥到更高 也就意味着笔记本的续航可以使用的更久 在我原来的意识中 笔记本电脑脱离了电源之后 实际使用体验可以超过六七个小时的 那就已经算是非常高的续航了 而在这整个使用过程中还得非常小心 总是在担心着屏幕亮度是不是变高了 处理器是不是超频了 任何微小的设计都会极大的降低 笔记本的使用续航体验 而如果出门办公没有带充电器的话 那更是灾难 总担心着自己能不能在电量消耗完之前完成工作 以上便是我使用Windows电脑的真实实用体验 我甚至一度觉得笔记本电脑都应该是这样子的 要么舍弃性能获得一定的续航体验 要么就舍弃续航体验获得处理性能 总之两者是不能叠加的 直到M1芯片的MacBook发布了之后 完全打破了我的看法 这次的续航直接飙升到了18个小时 而Pro版本的更是高达22个小时 没错 根本不是挤牙膏式的升级 而是直接挤倍挤倍的升级 这着实把我给震惊了 而我当时买回来之后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但是当我真的开始实际上手体验之后 的的确确的可以达到苹果官网上所说的18个小时的 如果只是轻度办公的话 甚至可以使用超过一个星期都完全没问题 也是因为苹果的Mac系统的好处 笔记本电脑合盖的时候不会有应用自动运行 所以可以做到几天的续航 而这次的芯片架构变化 苹果可以做到开盖集用的使用体验 这种感觉真的很爽 也正是M1芯片的耗能控制的如此之好 所以在整体的使用过程体验中 几乎很少会有发热的情况 更不会有那种分扇呼呼狂转的狂热状态 即便如此 M1芯片的性能依旧在线 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会发热 之后我会详细说明 请继续看下去吧 而当笔记本终于有了笔记本该有的样子的时候 既能保证性能又能保证续航 那么我的整个使用流程 乃至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是我出门办公的时候 再也不用担心电量能不能完成我一天的工作了 十几个小时的续航 一天完整使用下来也绝对是绰绰有余 这样子我终于可以不用带苹果又大又重的充电器出门了 即使远门出差 因为MacBook Air的低电压 一颗30瓦的迷你淡化加充电器就可以搞定了 实在不行 苹果20瓦的快充头也可以搞定 这样在我日常的出行中 可是降低了不少的负担呢 而另外充满电的MacBook Air还是一块巨大的充电宝 只要有充电线 你就可以直接给你的iPhone iPad当过充电宝了 以后出门办公充电宝充电器通通不用带了 这是不是让我们使用电子产品的方式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苹果的产品也就再一次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幸福感 有点三软件适配速度快 之前在购买M1芯片的Mac时 很多人都在担心 毕竟是基于ARM架构的处理器芯片 与之前的X86电脑端的芯片架构完全不一样 会不会存在软件适配的问题呢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是完全多余了的 苹果多年构建下来的软件生态 积累下来的好口碑和号召力 以及为软件开发者所提供的一系列开发者服务 让原本英特尔芯片版本的软件很快的 就能移植到M1芯片上 而即使有的软件年久实修 苹果依旧提供了Universal Framework 可以实时的转换软件运行的代码 所以即使是英特尔芯片上的原生软件 也可以在苹果M1芯片上运行 并不存在无法使用的情况 而在我实际使用的体验过程中 也没有遇到大的软件问题 一直都使用十分顺畅 唯一遇到的问题就是Logitech 这个适配于逻辑外设键鼠的软件 一直没有更新M1的版本 所以使用起来一直会偶尔性的遇到问题 各种鼠标的手势操作也不是那么顺利 希望逻辑的开发者们可以尽快的升级 因为这涉及到一些系统层面的操作 所以还是用上M1芯片版本的会更好一些 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问题 而在未来的一年多时间内 苹果也将完成其余的绝大部分软件的版本适配 以苹果的号召力和现在已有的进度来看 可以抱一个非常乐观的预期了 之后伴随着M1芯片的生态也将随之而起 而在整个生态中 移动端的软件适配也将是一个亮点 因为ARM架构与手机A系列处理器的架构是相同的 所以手机软件可以直接在Mac上运行 我也试过在工作之余 用电脑上的外卖软件点过外卖 游戏宅们终于可以实现一边打游戏 一边点外卖的快乐了 欢乐永不断线哦 未来这个由苹果构建的生态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紧密了 硬件之后的协作格局就是软件打破壁垒的融合了 有点四 苹果系统优秀 苹果生态紧密协作 是的 当你拥有不止一件苹果设备的时候 苹果生态将会成为你购买下一款设备的理由 Mac系统的优秀一直是众所周知的 极其稳定的性能 可以让使用者完全专注在自己手头上要做的事情 因此它受到一众文字创作者 视频创作者 软件开发者们的喜爱 当我还在使用Windows电脑的时候 我还完全体会不到这种专注度 带给我的好处 也想象不出苹果Mac系统到底有多么稳定 当然我并不是要黑Windows系统 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使用的是一台 组装版本的Windows台式机 每当在系统升级之后就特别容易出问题 要么就是开不了机 要么就是蓝屏 最后往往要通过重装系统来解决 而在这中间所要花费的时间 至少是一个下午起 有的时候甚至是两三天都搞不定 而当真正开始步入工作时 身份转变之后 装机拆机 貌似也不那么好玩了 真正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时间 所以Mac系统是真的有价值的 苹果产品的定价中 即使是将Mac系统的价格也放进去 我认为也是非常值得的 一次消费可以帮自己省下多少的时间 对于一个工作者 一个创作者来说 自己的时间才是最重要的资源 要充分的将它们花在产生价值的地方 Mac系统带给我最大的价值就是稳定性 其优秀的使用体验更是不必多说 你们也会明白苹果设备的操作体验向来如此优秀 而如此优秀的Mac系统也将成为整个苹果生态中 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 跟苹果的其他系统一样 MacOS有着非常好的系统整合度 不同的硬件设备和MacOS都有互通 比如AirPods可以直接连接MacOS设备 iPhone iPad上没有做完的事情可以在Mac上继续完成 Mac上的音乐可以直接通过AirPlay播放到HomePod等功能 无不体现着MacOS系统的精妙性 而使用MacOS其实也是在无形中提高了工作效率 就拿我自己最常使用的复制粘贴功能来说吧 我在iPhone上复制的内容可以直接粘贴到MacBook上 这样子一来不管是做文档还是写文章 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升 再加上iOS15新增了实况文本 可以直接识别复制图片的文字 然后粘贴到MacBook上就好了 这样一来可以大大的节省我打字的时间 类似的功能还有非常多 随着MacOS Montori系统的升级 再加上iOS15的升级 越来越多的协作功能将会被开发出来 这样的功能和惊喜 你不想试试看吗 当然这整个使用的过程中也很难没有任何的问题 接下来我再来提几个我在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吧 缺点一不能外接多个显示器 M1MacBook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它竟然不能支持多个外接显示器的介入 这也是和英特尔版本的MacBook最主要的不同了 M1芯片最多只能外接一个显示器 这个显示器的最高规格是6K 而如果你在两个雷电三的接口上都插入雷电三的线时 其实是没有反应的 系统只会自动的选择第一个接入的显示器进行输出 而市面上的解决方案一般都是通过一个含有内置芯片的雷电三拓展物进行拓展 再搭配Due Display的软件服务 这样便可以支持多个显示器 我曾看到过一个最夸张的一个例子 一下子支持到了6个外接显示器 或者也可以通过Apple TV或者屏幕镜像的方式进行第二个屏幕的拓展 当然也可以搭配iPad Pro的随行功能作为第二块屏幕 但是这些解决方案都有着明显的短板 那就是会明显的占用电脑CPU的资源 长时间使用下来的话电脑会明显的发热 而如果要在这个过程中再进行视频剪辑等繁重任务的话 就能明显的感觉到鼠标的移动都不那么顺畅了 会有明显的卡顿 所以这也成了我对M1芯片的MacBook最大的一个吐槽点了 缺点二雷电三接口不够多 雷电三接口不够多的情况 其实也可能是因为M1芯片设计的缘故 市面上现在凡是搭载着M1芯片的设备 不管是MacBook还是24寸的New iMac 接口统一配备的都只有两个雷电三的接口 所以我推断这可能是因为M1芯片在设计之初 最大的承载量只能是两个雷电三接口 当然这个缺点可以通过拓展屋来解决 但是我觉得在下一代的M2芯片上 可能会有技术上的突破 缺点三屏幕小非mini LED 其实要说这个点呀 准确的来说也不能算是一个缺点 只能算是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 毕竟对于现在的整个mini LED产业链来说 供给还不是特别的充沛 并且mini LED的成本也是如此的居高不下 如果真的搭上mini LED的屏幕的话 那么价格估计又得上到另外一个层次去了 这只能算是我对于下一代MacBook的一个愿景吧 希望可以有全面屏以及mini LED版本的选择 其他的我还真的找不出太多缺点来 最后总结一下 苹果的M1系列产品发布以来又震惊了世人 不仅仅是因为其几倍几倍的性能提升 也是因为苹果强大的生态号召力 即使是底层架构都发生了变化 但是依然有这么多的开发者愿意追随苹果的角度 我觉得做公司如果能做到苹果这份上来 也真的是值得了 苹果是一家十分受人尊敬的公司 不仅仅是产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 说实话视频的文稿写到最后 让我找找M1 Macbook的缺点 我还真的是找不太到 也算是从几个刁钻的角度挤出了三个 其中两个还是因为同时期的技术限制和成本的考虑 这真的是我目前找不出大缺点的设备 而其实说心里话 这台Macbook对于我而言 其实也是意义非凡 算是我真正意义上靠自己赚到的钱购买的设备 而之后我也会将它视为一个重要的生产力设备 用来帮助我完善整个的财务系统闭环 一定意义上来说 这台M1的Macbook将会改变我的人生 其实不只是我 苹果设备的价格逐年在降低 还有各种学生优惠以及分期付款的服务 人们在触达苹果设备的门槛在变得越来越低 苹果的设备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创造力 而对于每一个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要做的其实就是利用好自己的创造力 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 为自己赢得尊重 好了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帮我点个赞吧 我是梁帆 我们下期视频后再见吧